N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維基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競技場大師賽的比賽 好 那很久沒有看到Moderly跟Vanus 那Vanus最近 也中午在這個高級賽事中出現 那這次選擇文明是維基人跟馬來 先來看一下藍方 維基人這個文明呢 最大的特色是有免費輪走技術跟手推測 而且他的攻兵路線 只有沒有拇指環 基本上是全滿的 再來是金冠 這個狂戰四邦呢 還可以增加奴兵的這個一攻傷害 所以維基人的奴兵是全遊戲裡面攻擊率最高的 但是沒有拇指環 所以這個殺傷力其實是比沒有拇指環還要爛一點點 我覺得有拇指環是大於這個加一攻的效果 維基人的騎兵是比較弱一點的 沒有平種沒有這個零開架 這個三級訪沒有啦 那這個三級馬卡也沒有的問題 所以造成他後期的機動性很容易不足 那維基人也沒有火炮跟火槍 所以後期科技線也是很容易被火槍或火炮過敏壓直打 所以維基人只能盡用自己的強經濟 然後去碾壓對手 例如高速潘科技上帝王時代巨頭 衝車 然後大量軍隊 入侵對手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馬來人 那馬來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生時代速度特別快 那後期呢是主要打這個強奴配上大象 那大象部分的話盡量不要在城堡時代出 因為城堡時代突然在農經濟 出大象很容易越出越窮 雖然他折扣非常多 但是他的大象是沒有那麼坦的 沒有品種也沒有二級防 防御之身只有一個而已 非常悲劇的 但是馬來人到了帝王時代 這個精銳毛相夫還是非常實用的 因為造價非常便宜 比城堡時代更便宜 而且有精銳毛相夫之後 基本體質也不會超到哪裡去 所以馬來人後期精銳毛相夫也算是一種選擇 但是大多數數到還是看他打步兵 配上這個自己的強奴 那馬來人的步兵科技 防御率也是免費送的 所以直接攀步兵對他來說也是一個首選的 我覺得馬來人在競技場的打法 比較偏向於強奴 然後配上大象吧 是比較常見看到的 那大象路線的話也不是這麼有趣 這麼有常見到的 因為大象這個科技路線還是很容易被針對 例如維靖人還有球檔科技 雖然沒有擊兵 但他球檔科技可以讓自己的步兵 有對騎乘單位有額外傷害 所以打大象來說的話 如果印出全部長槍兵的話 是有可能擋得下來的 但也不一定啦 因為本人大象的體質本來就很好了 但是維靖人的步兵血量有加成 所以目前看起來 兩邊都是走一個互相克制的路線 馬來人也有強奴 維靖人也有強奴 但是馬來人有拇指環 但維靖人沒有 那馬來人有大象 但維靖人有酋長長槍兵 那總體而言看起來 我覺得維靖人在競技場的表現 並沒有像馬來人的那麼多元化 維靖人馬來人後期還有這個強制增兵 出這個雙手劍兵不需要肉 打到後期一戰的時候沒有黃金 馬來人可能會更有優勢一點 就維靖人在競技場來說 是比較偏烈勢一點的文明 接下來我們來加速一下下 那目前看到維靖人這邊是打算打了25匹 賞封建時代 但是馬來人到了29匹 才點下了封建 這個打法該不會是要打一個 樹地嗎 有可能嗎 29匹樹地 這看起來有點像 有這個味道 但這個樹地經濟量感覺還不太夠 待會農鐵可能要大爆灑 如果他待會這邊農鐵沒有灑更多的話 樹地就會有點困難 這邊先補一下 冰工廠跟馬舅 這個到了31匹才可以點城堡 非常晚 31匹城堡時代 但是他這個30匹的時間非常快 這個只要1分多 甚至比維靖27匹還要快 村民數差這麼多 難道Balance對馬來有研究嗎 他知道晚點上時代也沒關係 反正我時代升得快 其實還是跟對手 生時代時間差不多 那他晚上時代的話有個好處 就是生時代過程中 他村民數會多一點 經濟會再更好一些 好 那馬來這邊的一個特殊打法 這個是我沒看過的招式 這個讓我有點驚訝到 好 但是樹地來說還是有點偏困 還是下了修道院 倒還是會開TC開農 那兩邊來爭取生物的動作 看一下維靖有沒有要來打 OK 也是要來打這個搶生物的戰爭 那待會TC也要補一下 那目前Model裡是點一下清奇兵 6隻清奇兵了 馬來這邊也是清奇兵升級好了 那兩邊都是沒有品種 所以打起來應該是55開 只是單純比拚數量跟工坊而已 那我想我是比較看好維京這邊的數量 因為他有這個手推車了 手推車技術讓他直接經濟非常好 但是要好也是從現在開始好了 到城堡時代這段時間才會比較有感 因為封建時代也是才度過兩吋的時間 所以其實維京人真正經濟好的時段 是從城堡時代開始 而不是從黑暗時代 所以馬來人還是有機會可以追得上維京人 好這邊 點下了二級伐木 維京這邊的肉罵量果然有點多 當然對手也是出到7隻 那兩邊的僧侶都沒有先行出門 可是撿了一個 唉唷先照一下 OK 欸這邊怎麼聖物少一個啊 欸 他僧侶居竟然偷偷撿了最左邊的一個聖物啊 哎呀哪時候偷撿啊 太狠了這個男人 好馬來再偷撿一個趕快走 撿了就跑 維京這時候沒有發現在這邊防守僧侶 還順便幫清奇兵補血 所以僧侶剛剛沒有動 好 莫德里這邊維京人直接硬打 硬打了一下 但是後方有馬來人的 清奇兵想要去抓捡聖物回去的僧侶 但這邊直接選擇了放棄 好 三隻清奇兵再往上追 這次中午要追到了 那目前看起來 馬來人這邊的聖物數量是比較多的 三聖物已經獲得 那維京目前只拿到一個 馬來人這手點下了二級農 有輪軸技術 兩邊互打的結果 應該是由馬來人拿下比較多的勝利了 這個資源量來說已經開始起飛了 但是維京人現在清奇兵數量夠多血也是滿的 這邊開打起來馬來人的清奇兵會全部潰敗 這個可能打不贏了 但是維京人現在擁有軍事上的優勢 可以考慮出更多清奇兵或是長槍兵 直接升這個中槍 然後挖石頭 然後直接前壓這個城堡 到他的家裡這邊 然後射爆他的修道院 然後搶他的生物也是一種辦法 但維京人要不要這樣打也是取決他的判斷了 那目前最後一個生物呢 是由這個 莫德里拿下來的 莫德里這邊兩個生物應該是沒問題 不是耶 這是馬來人拿下來 奇怪他這裡不是有拿了嗎 結果是由馬來人拿下 四生物打一個生物 維京人 現在村民處是89村 91村 村民處稍微小小領先 但經濟上來說已經是領先一個大段了 我覺得 那我這邊稍微買賣一下 身上帝王實彈的先是維京人 但馬來這邊升級速度更快 所以我可能很會反超對方點帝王實彈 哇果然 直接領先一分鐘 算比較慢點 我覺得是為什麼馬來人 在阿拉伯或在競技場來說 都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最主要是因為他這個升級速度夠快 雖然沒什麼經濟加成 在阿拉伯跟競技場的時候 因為馬來人是需要有海 三倍漁網很有感 但這種補海地圖 他的經濟來說就比較顯得平庸一點 好這邊也補下手推車一擊攻 步兵科技也是直接送到兩房 第三房直接也要給他了 OK三房直接好 馬來決定要打什麼呢 這裡還沒有決定路線 這邊還在開始農 把房子補在後方 哇這些空地該回 他是有規劃好的 這應該是要瘋狂撒農田 才會這樣子幹 這邊點下話 居然是先打中頭戰術 中頭稍微出來之後 圍技能就會很難受 因為圍技能沒有火炮阿 打中頭的話只能靠輕騎兵 或是騎士去運拆 或是對方圍技能也出中頭複雜 拆有可能解的比較輕鬆一點 除此之外 圍技能要想辦法解決掉中頭的話 是很困難的 而且頭死之後也是打步兵 很好用的一個單位 馬來人也知道這一點了 結果轉錯了大象 哇這個大象這一波 嗚~~ 超多出來了 你看這個毛巷符 血量250滴血 基本的防禦還沒有點 只有1防 1防點完 好生完了 防禦就是3 他會再生精銳毛巷符 才會再有所提升這個血量 好 馬來人有火炮 現在就很輕鬆 慢慢開始往外拆 那維京這邊的打法 會比較偏向於 工程武器為衝撤 跟巨型頭司機為主 那陸地單位的話 為劍兵勇士 我覺得不錯的 因為維京人的劍兵勇士 是可以吃到軟甲技術的 但是 這個他的寶兵 維京狂戰士 是不能有這個 軟甲技術的加成 所以維京人的這個 劍兵勇士血量非常多 甚至比他的 維京狂戰士更多 所以我覺得維京狂戰士 有點沒有出的必要 會出維京狂戰士 也是為了他的跑速 因為劍兵勇士 跑得比維京狂戰士慢 但感覺沒有必要 這個坦度跟防禦 都優於維京狂戰士 實在是沒必要出 好 那維京那邊也是出了中頭 他可能預測到 對方可能會打步兵吧 因為馬來人也算是個步兵國 這個爪刀勇士啊 或者是免費的雙手劍兵 所以出頭死之後 確實是一個最直觀的解法 好 這邊大象出了非常多 金瑞茅相夫來到了14加2 血量300滴 防禦是3加1 防散 進防了 攻擊力疊滿之後 金瑞茅相夫就可以瘋狂爆了 那馬來人這邊農田可能要再多灑一點 這邊農田只好來到七八十片 才可以支持大象一直出一直爽的一個階段 結果維京管出了衝車 但是還沒有升級好 這邊可以看到大象招下一次的點下的酋長 待會劍兵有事 砍對方的大象就會有外增傷 但是要先經過頭車這一關 現在大象有大量的頭車保護 這面直接硬戳 這個劍兵直接瞬間倒地 大象襲來 維京人該怎麼打呢 哇這個劍兵勇士有點無助啊 雖然砍起來還是有傷害 但是 你們知道大象攻擊時 他的前方的範圍是會有破散傷害的 這個践踏效果 所以你看這個劍兵勇士 即使沒有被攻擊到那一方 還是會有這個小規模的 血量一直在下降 好頭子車第一時間沒有去幫助 沒有幫助大象 所以刀象還是倒了一片 好第二波大象再次過來 劍兵勇士想要直接硬砍頭車 頭車直接頭車一發砸掉大量的劍兵勇士 OK這一波馬來人打得非常好 但是自己送掉了一些大象有一點小虧 但是工程器已經有很好的掩護 可以盡情的輸出 好那維京人莫德里不打劍兵勇士了 反正直接轉出大量的長香兵 長香兵打大象效果還是不錯的 而且還有球長效果 所以硬戳的話還是可以稍微戳的回去 那關鍵就回到馬來人的火炮 加上中頭的操作 雖然維京人也可以出中頭反之 對方中頭跟大象 但是火炮是沒有辦法的 好大象速量來到了大約37隻 來人點下工程工程師 後方砸一下 哎呀 又砸到了一坨步兵 維京人現在非常痛苦 出清奇兵去解也不是辦法 清奇兵很快就被大象給砸爛 但是這邊中頭一砸 砸掉了三台 二換三台 還可以接受 但正面的步兵又開始開打起來 大量大象直接淹了過來 步兵完全沒辦法撐過 優質大象的血量體質 46隻的馬來大象已經點了過來 完了 這個真的是BBQ了 好噁心喔 大象 好 維京人正面的軍營 沒辦法再繼續聚兵喔 一定要把軍營再蓋在家裡 經濟現在非常慘 要出更多的步兵也需要大量肉 但目前家裡的農田規劃也沒有到非常好 能用的空地其實並不多 尷尬了 這個農田規劃沒有規劃好 反正是馬來這邊規劃的非常好 所以可以轉出這麼多大量大象 農田量快要來到70片田了 肉量還有兩千多肉可以用 黃金好一千多 這邊繼續用出大象 不出中頭也是可以打得贏的 大象繼續碾壓 繼續碾爆這些長槍兵 好噁心的數量啊 哇這邊MODELY打出了GG 好久沒有看到這個 馬來大象爆一波帶死 帶走人的 好這邊靠來看一下 這邊農田規劃其實打得蠻細節的 這個真的是 如果大家玩馬來想要打大象的話 記得裡面的農田規劃 不要亂蓋房子 房子蓋這個邊邊角角 然後其他地方都灑農田 然後再開出馬就 在裡面開始狂暴出去 一波帶走 這一招是蠻狠的 新手也可以學習起來的 這招是非常好用的 那維基人這邊真是沒辦法 這個大象雖然有球長科技 但是體制還是太好了 真的要打贏的話 可能要大量中頭才有機會了吧 但是又火炮 這個問題又是回到剛剛的問題 馬來人這個打法非常凶狠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應該是由馬來拿下肉的勝利 因為他的大象出這麼多 一定要這麼多的肉 黃金來說也是稍微贏一點點 其實兩邊經濟沒有差太多 只有這個生物贏了2000多的黃金 其他經濟來說 並不是非常重要 那你看相同的經濟 但是馬來人卻可以打出這麼多優勢 就歸功於這個大象的折扣 給他省下非常多資源 可以展出這麼多大象 體質優勢壓制對手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